接下來要上的東西是火山爆發 上一次學測有考過火山爆發 不過上次學測考的時候 跟我要教的都沒有關係 他只要考人他是外營利 對不起他是內營利 所以會使地球越來越凹凸入民就會 火山嘛就是火山爆發嘛 就是岩漿噴出來嘛 那我們交過了嘛 火山袋是什麼板塊交界袋嘛 岩漿從線溪跑出來 但是呢火山袋不見得是板塊 你看這裡這就不是 這就不是板塊交界 就豪阿姨夏威夷 他要熱點國中不交 所以我們國中程度就是板塊交界袋 就是板塊交界袋就是火山袋就是地震袋 那個不是的我們國中就不管他了 不理他了 那麼這個我們交過了 我們前面有交過岩漿有兩種一種 年性大一種年性小對不對 如果我的年性大 那麼就噴出來就不易去散開 就堵在這裡 下面就悶啊悶啊擠啊 剛剛說蹦出來 就有爆炸式的噴發 會噴出一些火山灰啊什麼東東啊 然後呢就會形成一個錐撞的火山 那個你們印象中長得最漂亮的錐撞火山 應該是富士山 富士山長得非常漂亮的一個錐撞火山 這就是征不得性 錐撞火山 像七星山就是七星山 好 沙茂山就是屬於一個錐撞火山 七星山如果仔細的說呢 它有叫做富士火山 成城火山 它的構造稍微有不同 我們國中也不理它 反正是錐撞 就錐撞OK 就是岩漿年性大 我們前面教過嘛 安山岩年性大對不對 所以這樣 那像這樣 就會有噴噴出一個火山灰出來 爆炸式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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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或者呢 另外一個 這個是歐洲的 我記得沒錯一個歐洲的 一個活動最劇烈的火山 它當然也會有岩漿 噴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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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也會有熔岩流流出來 熔岩流出來 OK 就是 比較那種猛烈型的 比較猛烈 比較猛烈的那種爆炸式噴發 OK 會有火山灰啊 火山碎屑啊 當然也會有熔岩流 熔岩流噴出來的結果 這個是 所謂的爆炸式噴發 是岩漿年性大的 岩漿年性比較大的 會形成爆炸式噴發 另外一種就是年性小的 噴出來容易流開了散開了 所以塞不住堵不住 它就會形成所謂的 頓狀火山 頓狀火山 像我們講過的玄武岩 澎湖的玄武岩 年性小 會形成頓狀火山 一個有名的 寧靜式噴發的地方叫做 哈威爾 夏威爾 夏威爾的火山啊 夏威爾的火山 夏威爾的寧靜式噴發 你可以啊 站在旁邊 你可以站在旁邊 看到岩漿從腳下流過去 從腳下流到大海 滋滋的冒煙 寧靜式噴發 像這樣 有一個小小的寧靜式噴發 那個岩漿流到一個深深的洞裡面 那個長條的凳凳裡面 好寧靜式噴發 那麼如果我是爆炸式的噴發 我就會噴出很多的火山灰火山碎屑 然後噴下來蓋住 然後造成一些災害 你們歷史有念過的旁背層對不對 然後被蓋起來 埋在下面 就是一個爆炸式的噴發 會帶來的災害 然後火山灰啊 什麼碎屑啊 那些火山灰還有一些別的問題啊 上次前兩年那個 冰島火山爆發火山灰啊 那就妨礙了歐洲的航空嘛 類似像這樣子 那寧靜式噴發 雖然沒有這種火山灰 可是它有熱熱的熔岩流 所以這個就是豪阿姨的 熱豪阿姨的 那熱熱的熔岩流流過來 你就會燒毀附近的樹木啊 什麼之類的 掩埋房屋啊幹嘛幹嘛的 也會有一些災害 所以熔岩流也會造成災害 這種火山爆發的東東啊 它有兩個不一樣的結果 第一個 它如果噴出了很多的火山灰 這個火山灰呢 本身會遮蔽陽光 那就會使地球變得比較怎樣 冷一點 可是呢 它噴的氣裡面有很多的二氧化 它應該是水氣 這個都是溫室氣體 它會使地球變得比較熱一點 熱一點 所以它可能有兩個不同的作用 讓大家看看誰的作用比較強 簡單的意思是說 這種火山爆發會對地球的生態環境 會產生很重大的影響 很重大的影響 OK 那火山很可怕 不然好可怕 但基本上可以被監測 一般的火山爆發 大概現在在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之前 就可以知道說它爆 那日本的經濟是蒸氣爆出來的 那個比較難事先知道 那一般那種火岩漿活動那種 一到目前的科學幾乎大概 一兩個禮拜以前就知道說 那晚夜快要爆掉 所以要跑應該就可以準備 有時間可以落跑 有時間可以落跑 那當然啊 你要有演練過要如何落跑 不要全世界一起送出去 就全部都塞住 全部都不用出去 OK 那這些活動 所以呢 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有一個小油坑 因為上次有位教授說 那個大屯山還算是火火山 所以我們就要加強監測它 我們就看它 先欣賞它 看看它有沒有什麼事情會發生 會不會什麼事會發生 然後呢 如果萬一有什麼活動的話 就會事先來告訴你 就可以盡快的給它落跑 上一次 不是我們士林那邊有一個地震嗎 我們有人就懷疑說 是不是大屯山要復活了 那不會想太多了 想太多 但是 我們現在有這個監測設備 所以它如果真的會復活 我們應該會事先就會 有人會警告你 說它快要活掉 它快要活起來 它快要蹦掉了 就可以準備落跑搬家了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有關於火山爆發的狀況 可以嗎 可以